就是跟著大甲媽的步伐 現在是來到了在台中的大渡區 那我們現場可以看到 最受歡迎的仍然是 現場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排隊的民眾 媽祖鑾叫所到之處 信眾夾到歡迎 更有信徒設置了大型紅毯 要供應媽祖勝駕 並進獻金牌 大甲媽繞境 回鑾行進台中海線 堪稱紅毯一級戰區 其中更有民間團體 募集82面金牌 要獻給媽祖 我們的企業有很多種 我們大概每年的營養 我們都會再繼續做公益 從三四十塊到現在82塊 預計明年會破100塊 所以代表媽祖很顯靈 我們很虔誠 所以媽祖很幫我們 也有企業設置紅毯 員工與家眷 上千人一起共襄盛舉迎媽祖 準備用沙漆碼 做成的平安龜以及受逃 大隻福龜 差不多要50斤的那個沙漆碼 那個小的就是三公斤左右 也設置了點心站 為新途補充體力 有新啊 豐富菜色 學士志工現場烹調 就是玉米啦 還有礦肉啦 還有蘿蔔啦 還有根啦 還有那個什麼 塑料 大甲媽繞境回鑾 預計14號晚間返回正南宮安座 新途們補足體力 要一路追隨媽祖 回到台中大甲 歡迎新聞中部